算命先生说 这灵鸟嘴一雕 能够算你的姓氏 婚姻事业算一次 十块钱 眼见这位先生说的神乎其神 于是就有人想试试了 随后算命先生递给算命者一盒卡片 每张卡片上都写有一些不同的姓氏 找你小刻的姓氏 找到之后 算命先生又要求从地上的方格中 找到含有算命者姓氏的方格 看他还滑坑里 看杆子 往看杆子 要不别看 接下来该轮到灵鸟登场了 只见算命先生将木棍伸到笼子里 灵鸟就跳上了木棍 那么这上仙到底是怎么算命的呢 小灵鸟 最有见 你的家乡五台山 你喜三喜 你笑三笑 银鸯八字你知道 你先到处这个正宝出去的来 再到处这个9月26日来 看了吗 到处来 到处来 接下 等灵鸟叼出算命签 算命先生似乎已经把算命人的信息 了然于远 就叫出他的姓来 叫出他的一生命远来 叫出来 你都追了 给你买肉吃了 都不追 晚上把人都给你看了去 一上午的时间呢 算命先生就赚了上千块钱 不过 在这位大师去厕所的功夫 有市民发现 灵鸟叼的挂 费 雅 华 得